生日当天,我收到老婆柳如烟的短讯 亲爱的,今晚八点来院酒店807,等你 我笑弯了唇角,连值班护士都调侃 沈医生笑得这么开心,看来今晚有好事发生哦 我美滋滋地点头 挨到收工,我怀抱一束红玫瑰暗响了807的门铃 房门很快打开,伴着柳如烟娇软的声音 文轩,怎么猜来,人家都等你半天了 和文轩柳如烟的发小间初恋 怀里的花树落地,原来那是一条发错的短讯 花树从怀里掉落,火红的花瓣散落了一地 向我的心情,柳如烟在看清是我后 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 她抖着唇向我解释 柳州,我们几个朋友打赌 我输了,作为惩罚要跟文轩在酒店住一晚 她太慌张,白色的性感吊带裙从肩部微微滑落 你相信我,只是个惩罚,什么都不会发生 我一点点正开她的手,与其平静 柳如烟,把穿好衣服吧 再不看她一眼,转身大步离开 坐进车里,用手按住隐隐作痛的胃部 为了按时来见柳如烟 我下了手术并没来得及吃晚饭 我以为短讯是我们之间感情升温的好信号 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场笑话罢了 知道和文轩回国后,我心里就开始忐忑不安 如今,这种不安落到了实处 哪怕早有预兆,也打得我措手不及 我深吸一口气,启动车子 从后视镜看到追出来的柳如烟 可她习惯了自信地拿捏我 这次也没有过多纠缠和解释 她转身走向了别处 我的视角里只留下她一身明黄色连衣裙 飘逸妩媚 那是和文轩最喜欢的颜色 两年前,柳如烟在一次醉酒后 错把我认诚和文轩 曾抱着我的脖子哀哀地求我 文轩,你不是喜欢我穿明黄色的裙子吗 我以后天天穿给你看 你不要走好不好 你别丢下我 我抱住那个偷偷喜欢了四年的女孩 心疼得一塌糊涂 所以,当女孩在医院门口哭着问我 沈柳洲,你可不可以娶我 我甚至都没有思考 就欣喜若狂地一口答应 我怕下一秒我爱的女孩就会反悔 婚后两年 我再一点一点挤进柳如烟的心里 我告诉自己 沈柳洲,再努力付出一点点 你就可以取代和文轩了 可是我忘了 在爱情这场游戏里 付出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二,回到家 我把自己蜷缩成一团 这样感觉不管是位还是心都能好受一点 台幕 我看到桌子上的礼品袋 回来时 保安拿给我说是我的快递 我爬起来 撕掉盒子的外包装 里面是一个粉色的礼品盒 我无力地笑着 我的姐姐还是那么恶趣味 不过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会给我准备生日礼物的人了 我一点点打开盒子 一层又一层 里面是一件女尸内衣 一件旧的女尸内衣 一件我曾经在夜里无数次从柳如烟身上解下来的蕾丝内衣 我颤抖着把盒子扔出去 一张便迁纸飘了出来 神柳洲 柳如烟从始至终爱的都是我和文轩 我终于控制不住 踉跄着跑进卫生间 抱着马桶拼命呕吐 久未进食的胃里却什么也吐不出来 只拉扯着五脏六腑撕裂般的疼 抑制不住的呕吐终于结束 我抬起头 看着镜子里形容憔悴的男人 神柳洲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结束吧 三 我扶着墙一步步挪到客厅 剧烈的呕吐让我头晕目眩 我将地上的内衣和纸条全部扔进垃圾桶 看着恶心 这时 桌上的手机响起 陌生号码 我以为是术后的患者 按了接听 神柳洲 东西收到了吗 适合文轩的声音 满含恶意 我本能地想挂断电话 别挂 你如果想知道柳如烟的想法 就来老地方 好像是为了让自己彻底死心 我吃了大把的止疼药 出了小区 打车去清水酒吧 那是他们那帮发小日常聚会的地方 我曾经无数次去那里接醉酒的柳如烟 说来可笑 结婚两年 柳如烟从来没有把我正式介绍给她的朋友 我在她朋友的口中一直是那个妇产科小医生 进到酒吧 我找到和文轩说的包厢 要推门进去时 听到柳如烟的声音 温柔的可以掐出水来 文轩 出去了这么久 是不舒服吗 我没事 燕燕 这么晚了 你不回去你家那位会不会生气 我通过微开的门 看到柳如烟的闺蜜 咯咯笑得全身发抖 文轩 燕燕家的那个妇产科小医生 才不会生她的气呢 她就是个名副其实的甜狗 哪里给她的脸生气 就是 一个男人当街生婆 你说她心里是不是变态 柳如烟听着这些的调侃 笑咪咪的接口 根据我这两年的观察 她肯定不是变态 但绝对是条极品甜狗 是哭着跪在地上 求我别离开的超级大甜狗 话落 屋子里的人笑作一团 甚至有的人将口里的酒喷出老远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反复揉搓 一口气耿在胸口 似要炸开 也是 她本就不在意我 和她在酒店不欢而散后 她转头就能在这里笑得春风明媚 燕燕 现在文轩回来了 你们之间的阻力不存在了 你打算怎么办啊 和文轩深情地望着柳如烟 眼含热泪 我一直深爱的女人 用行动招设答案 她拥住自己的初恋 主动送上了双唇 心里的那口气疼得炸开 我推开门 直接抓起圆周的玻璃转盘先了 在一片玻璃碎裂声和尖叫声中 我很平静地开口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四 真痛快 我在柳如烟高昂的谩骂中转身离开 这一次 我再也不会回头了 在知道和文轩回国后 柳如烟就变了 她说和文轩在国外熬坏了胃 需要食补 哪怕相隔半个城区 也每天煲好汤按时按点地送 她说和文轩刚刚离婚 在上一段婚姻中受了太多伤害 需要人陪伴 需要人宽慰 她说 都是和文轩 我因为这些跟她起过很多次争执 无一例外 都是我输了 因为柳如烟一句 不想过就离婚了 我就一败涂地 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 回到家 我躺在床上 疲累地抬不起头 似睡非睡时 我被柳如烟硬生生 从床上拽了起来 然后 棱角坚硬的手包 被恶狠狠地砸在我头上 我感觉有血流下来 沈柳中 你是不是疯了 你一个大男人 去做妇产科医生 已经够让我丢脸了 你今晚怎么敢 当着我所有朋友的面掀桌子 还拿离婚威胁我 你怎么敢 还有 你知不知道 玻璃碎片 把文轩的手划伤了 最后一句 都带出来了愤怒的破音 柳如烟发泄完 抬头看见我额头的血 眸光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要给我擦血 这时 和文轩跟了过来 半抱住柳如烟 柔声哄道 乖 别生气 我只是一点小伤 再说柳周也不是故意的 我低头看见和文轩 贴着窗壳贴的手 用纸巾擦去 自己额上的血 我指着门口 压抑着怒火 出去 立刻从我家出去 听着我的话 柳如烟一下子炸了 他理所当然地训斥我 出去 你竟然让我出去 沈柳周 你把文轩弄伤了 这些日子都不能沾水 你有责任照顾他 我气笑了 实在不想浪费时间 跟着跟他们掰扯 你不走我走 沈柳周 谁让你走了 我竟然在柳如烟眼里 看到了一丝荒乱 我唾弃自己 都这样了 我到底还在期待什么 我走 给你们两腾地方 雾 外面下起了雨 天象破了个窟窿 大雨无休无止地 泼了下来 我抄手走在雨里 额头的伤 被雨点打得 丝丝缕缕的疼 六年前 我也是在这般大的雨天 遇见了柳如烟 那时 我与父亲大吵一架 被他赶出家门 他站在雨里叫嚣着 让我一辈子别回家 死在外面最好 我临着雨 从半山别墅 一路走下来 走到城区时 实在没有了力气 自暴自弃地 坐在马路牙子上 冷得一阵阵发抖 是柳如烟 为我撑起了一把伞 你怎么样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我摇摇头 我没有家了 你帮不了我的 那时的柳如烟 举着伞 在风雨里 陪了我整整一上午 我爱上了那个 为我撑伞的女孩 所以 我明明知道 她不爱我 只是 她报复合文轩的一环 我还是娶了她 她说不会做饭 没事我可以来 我从刚开始做一顿饭 要烧起满手聊泡 到现在可以轻松地做一桌 她爱吃的菜 她一句 老公 我的手碰水会变粗糙的 我包揽了全部家务 每晚她睡下后 我把家里清扫干净 第二天上班 带走垃圾 她说 想先搞事业 不想让孩子拴在家里 我拥着她跟她保证 在她同意前 不会要孩子 我甚至打电话给姐姐 照顾她工作室的生意 哪怕她醉酒时 满脸泪水地 喊着和文轩的名字 我也只心疼她 因为我知道 爱而不得的苦 但我愿意的 可到头来 和文轩离婚回国 柳如烟 转头就可以踹了我 不过是一场笑话而已 六 我在街边的诊所 简单包扎了伤口 在酒店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 我跟医院请了假 打印了离婚协议书 我按响了门铃 柳如烟身上 记着围裙 左手拿着锅铲 开了门 餐厅上摆着饭菜 和一瓶怒放的玫瑰 和文轩正在摆碗筷 原来她会做饭 她只是不爱我而已 柳如烟看见我 有一瞬间的慌乱 却很快镇定下来 甚至有一丝窃喜 怎么 知道自己错了吧 我就知道你离不开我 你跟文轩道歉 接下来的日子好好照顾她 我就原谅你 她甚至微测了身 把锅铲往我手里递去 还有一个菜 你赶紧炒出来 我后退一步 避开了她的手 沈柳洲 我说了可以原谅你 你别给脸不要脸 燕燕 别生气 柳洲可能不愿意 看见我在这里 我还是走吧 两人在门口拉扯 仿佛生死离别般 柳如烟见或喊一句 要走也是沈柳洲走 你受伤了 那都不能去 我实在厌烦得很 不想在这浪费时间 看着对颠弓颠颇 我把离婚协议书 拍在了柳如烟面前 锅铲掉在地上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沈柳洲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 是的 你的超级大舔狗觉醒了 决定不舔了 这套房子是我出的首付 也是我一直在还贷款 我每个月都在我们的共同账户里存一笔钱 现在有16万 共同账户里虽然只有我在存钱 我还没来得及说出财产分配 何文轩竟然着急地插了嘴 房子必须有柳如烟一部分 要不免谈 真的 当时我跟柳如烟都很惊讶 我冷笑 何文轩 我跟柳如烟离婚的事不需要你插嘴 何文轩做事要走 表情哀伤 柳如烟哪里见得她的初恋受委屈 急忙拉住她 娇声安慰 我感觉头越来越昏 身上一阵阵发冷 只想快点解决 离开这里 财产分割的事情 如果你有意义 可以再更改 但是有一样东西 我必须拿回来 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手镯 七 那个手镯 呵 我送人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血晕感让我不得不扶住一旁的楼梯栏杆 那是我母亲的东西 你凭什么送给别人 一个破手镯而已 又不是值钱玩意 神柳洲 你至于因为这个对我大喊大叫吗 你 我不等柳如烟说完 一把攥住了她的手 你把她送给谁了 放手 神柳洲 你弄疼我了 柳如烟仰手一巴掌 打在了我的脸上 我有一瞬间 是看不清听不清的 感觉所有的声音 都隔着一层水 等我缓过来时 我看到和文轩 仰手像我扔来一样东西 一个破镯子而已 还给你 要早知道是你的东西 柳如烟送给我的时候 我都不会要 拿着你的破东西赶紧走 浴镯擦过我的指尖 摔在地上 清脆的碎裂声 生生地将我的心挖去一块 我妈妈生我时难产 她甚至没来得及看我一眼 就永远离开了 这幅玉镯是她留给我的唯一东西 姐姐说玉镯就像妈妈 会一直陪着我 现在我却把她弄坏了 我钻手成拳向和文轩回去 却被柳如烟用身体生生撞开 她张手挡在和文轩身前 神柳洲 你个疯子 你凭什么打文轩 我被撞得亮枪后退 一脚踩空 滚下来楼梯 将要晕过去时 我被抱住 听见了柳如烟的哭声 柳洲 柳洲 你别吓唬我 你不要有事啊 快叫救护车 爸 我闻到了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医生 他到底怎么样 都睡了一天了 为什么还不行啊 我好像听到了姐姐的声音 不用太过担心 陈医生本来就高烧 又加上从楼梯摔下来 造成的出血和脑震荡 这样睡着 反而帮助他身体恢复 我听到他千恩万谢地送走了医生 然后坐到了我床边 小王八蛋 小兔崽子 他真的在咬牙切齿地骂我 你不继承家业想学医 跟爸爸闹掰 与家里断绝关系不来往 我都依你 说着说着 我一向强势的姐姐 竟然带了哭腔 可你怎么就让人欺负成这样啊 那个女人就这么好 让你这么作奸自己 你知不知道那个女人正在隔壁病房照顾别人啊 那个人只是孕血啊 她就急得跑前跑后 自己的老公伤成这样 她都不过来看一眼 所以 我不要她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她 姐姐愣愣地看着我 反应过来后 拉着我的手又哭又笑 她的弟弟终于认清现实 决定不爱了 九 我开始安心养病 柳如烟在病房外闹过几次 都被我姐姐组了回去 我痊愈准备出院的时候 姐姐给我带来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的人是何文轩 说 死小子 啥时候还钱 实在没钱可以拿身上的器官抵债啊 甚 眼角磨啥的都老值钱了 身后的打手哄堂大笑 猫抓耗子般戏弄着何文轩 各位宽限我几天 我马上就能弄到钱了 我以前的女人爱我爱得要死 她有一家工作室与大厂合作搞服装设计 她有钱有房子 我很快就能还清各位的钱 我关上视频 把手机还给姐姐 这个何文轩啊 就是个烂赌鬼 她在美国赌得更厉害 欠了一屁股债 她太太忍无可忍才跟她离了婚 姐姐试探着问我 要不要告诉你老婆 我强调 是前妻 柳如嫣在前几天送来了离婚协议书 不过房子和存款她都留了下来 我净身出户 我不同意想起诉离婚 被姐姐拦住 她说 能尽早摆脱烂人烂事 这点小钱我有的是办法 让她从别的地方还回来 所以今天姐姐问我 要不要告诉柳如嫣真相 我脑子也只有当时同样的一句话 尊重他人命运 远离烂人烂事 其实 即使告诉柳如嫣 她也不会相信我 是 我搬进了姐姐提前准备好的房子 离医院通勤不行二十分钟 以前 为了让柳如嫣早上多睡一会 我特意把房子买在她工作室附近 我上班要转三次地铁 将近一个半小时的通勤时间 现在看来那时候真是傻得可笑 休息日 在姐姐特意的安排下 我回半山别墅陪爸爸吃了一顿饭 她老了好多 以前知道我放弃金融专业转学医时 跳着脚骂我的人 现在居然小心地问起我在医院工作的顺不顺心 我一下子红了眼眶 这些年我全身心地围着柳如嫣转 疼她护她爱她 却被她伤得遍体鳞伤 对无条件爱我的家人 我却忽略知词 我生疏地夹了一筷子菜放到了爸爸碗里 看着他低头洋装摆弄眼镜 擦掉眼泪 姐姐像小时候一样在桌子底下偷偷踩我脚 臭小子终于长大了 一顿饭吃得眼睛红了好几次 送我离开时 姐姐突然跟我说 我想跟柳如嫣合作完手上的这几个大胆吼 就结束合作了 你也知道 因为你我才跟他们这个小工作是合作的 既然你们分了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抚平了 再说 我实在不喜欢那个女人 我留给姐姐一个背影 潇潇洒洒地挥手 随你怎么处理 不用特意告诉我 真的跟我没关系了 十一 再见到柳如嫣 是一个月后 我与朋友吃饭 在走廊遇到她 她突然推开人群 跑过来挡在我面前 柳洲 你现在住在哪 我去医院找过你很多次 你同事不是说你休假 就是说你轮休 我知道他们在骗我 就是在骗你 从楼梯上摔下来后 同事都知道了我的经历 特别是护士长 抱着我就擦掉眼泪了 我那时候脑震荡 在病床上吐得死去活来 柳如嫣却在隔壁病房 给孕血不舒服的和文轩包汤送饭 直接惹怒了整个妇产科 在知道柳如嫣离婚后 还纠缠我后 整个科室的人都成了护士长的眼线 柳如嫣一出现 全科高度戒备 她在医院永远找不到我 我实在不想搭理她 转身想走 她一把拉住我 柳洲 你怎么不理我 我被她气笑了 我们离婚了 我没有义务非得理你啊 我爸妈知道我们离婚后 我爸动手打了我 说我肯定得失心疯了 竟然跟你离婚 说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对我这么好的人了 柳洲 我后悔离婚了 我们和好吧 好不好 我看着灯光下柳如嫣 娇好的面容 我曾经那么迷恋的女孩 现在只有厌烦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 不好 柳如嫣显然不愿意接受 对她有求必应 呼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神柳洲 怎么可以拒绝她的求好 所以 她恼怒地喊道 为什么 我都这样求你了 我一点点掰下她的手指 不为什么 就是不爱你了 我走出很远 突然想起姐姐给我看的视频 我想提醒她 因为她的父母真的对我很好 我不想因为她们的女儿 识人不清 连累她们晚年受苦受累 柳如嫣 和文轩因为赌博欠了很多外债 你应该小心她 神柳洲 你有完没完啊 文轩那么善良的一个人 怎么会赌博 我摇摇头 严禁于此 聚餐结束 我与朋友离开时 通过包厢的门缝 看到柳如嫣在挨个的敬酒 脸上挂着讨好谦卑的笑 想来姐姐突然终止地合作 让柳如嫣工作室陷入了困境 也是 如果不是因为我求姐姐 姐姐怎么可能 与柳如嫣的小工作室合作 可是 那些单子却养大了柳如嫣的胃口 让她无数次与她的朋友一起嘲笑我 她那点工资怎么可能养得起我 是我在养她 我区区一个单子的收入 就抵她好几年的工资 辞职 我也有让她辞职啊 她一个劳碌命不肯啊 一个男人干街生的活 也很让我没有脸面的好不好 想到这里 我不自觉地苦笑 朋友关切地问我怎么了 我很平静地回她 只是想起了一些无关的人和事罢了 十二柳如烟篇 最近工作室运转困难 几个常来往的合作方 突然中断了订单 我求上门去 无一例外都被拒之门外 我每天焦头烂额 当我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家 和文轩又喝醉了 她像坦尼一样躺在地板上 我已经没有力气拉她起来了 我绕开她 来到厨房 发现家里连口热水都没有 垃圾桶里面的外卖包装盒 都快躺出来了 那一瞬间 我突然很想沈柳洲 结婚两年 每次晚归 餐桌上总是摆满我爱吃的菜 我不吃姜 家里每样菜里都就不会出现这个东西 我爱吃辣 沈柳洲就跟着视频学做川菜 会献保一样问我 烟烟 怎么样好吃吗 虽然我只吃几口 我要减肥嘛 只是嘴馋而已 但是就只为了我吃这几口 她就可以花上两个小时 为我做一粥我想吃的饭菜 可是 现在呢 和文轩醒了 她打着酒格 依着门框问我 烟烟 饿了吗 想吃什么 给你点外卖 沈柳洲从来不让我吃外卖 她会抱着我说 有老公在 怎么会让你点外卖呢 我好累 不想吃 我绕开文轩 想去卧室休息 她突然拉住了我 燕燕 我今天和朋友喝酒 谈了一个大项目 肯定能赚大笔的钱 又来了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四次了 所以呢 你再给我一笔钱 这一次肯定不会亏 你相信我 我前前后后 已经给你五十多万了 我工作室已经没钱了 我突然想起 今天见到柳洲时 她最后提醒我的话 冷汗顺着额角流了下来 我抖着声问她 何文轩 你是不是去赌了 你胡说什么 柳如烟 我怎么可能去赌 她说谎了 我从小认识她 每次她说谎 眼睛都会下意识往左看 我没钱给赌鬼 我最恨赌博 我辜负就是因为赌博家破人亡 不是还有房子吗 我们可以卖掉它 这样就有钱了 燕燕 真的我需要这笔钱 听到房子 我拼命地踢打她 原来她从一开始就算计我 我被她推开 肚子撞在桌角 我一下子倒在地上 肚子一瞬间疼得像裂开了一样 突然想起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来月经了 怀孕两个字出现在脑海时 我惊恐地伸着手向文轩求救 她知愤怒地摔打着桌椅 口里大声地诅咒 柳如烟 神柳洲宠着你 我可不会惯着你 你赶紧起来 我就推了一下 至于要死要活的你 我身下有血慢慢流出来 很快就如释了裙摆 我听到和文轩惊恐的尖叫和落荒而逃的摔门声 我颤抖着手拔了急救电话 等待的时候 我蜷缩在冰冷的地面 感觉血一股股地流出体外 我想 我爸妈骂得对 我肯定是得了失心疯了才会跟柳洲离婚 十三 走进手术室 护士急急地跟我汇报患者的情况 患者 怀孕四个月 由于撞到桌角导致大出血 送来时 患者已经昏迷无意识 我点点头 接过手术单 在患者名字那一栏 看到了柳如烟两个字 很惊讶 却是我众多患者中的一个而已 手术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由于失血太多 找不到出血点 在家属的同意下 我们摘到了子宫 满身疲惫地走出手术室 我看到了焦急等待的柳如烟父母 老太太抖着手看着我 却不敢问结果 鞋已经止住了 再一口观察一晚 如果没有意外 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 老太太的眼泪 哗一下流了下来 哽咽着拉住了我的手 是我们家柳如烟对不住你啊 这是报应啊 噪念啊 老太婆 还说这些有什么用 快让柳洲去休息吧 站了五个小时 实在太累了 我礼貌地点头离开 摊在休息室的沙发上 感觉胃又开始 丝丝捋捋地疼 可是 我实在懒得动 一碗热乎乎的粥 摆在了我面前 陈大医生 赶紧起来 这是我亲自下厨 给你熬的养胃粥 尝尝 这是我的同事 谭诺 谭诺的眼睛亮晶晶的 像星星在闪 我接过勺子 慢慢喝完 一碗粥 暖和了我的胃 也暖了我的心 下次来我家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好啊 那就明天怎么样 就明天 十三 第二天 我已经在脑子里 列好了菜谱 临收工时 却被护士喊住 陈医生 二十一床 非要吵着见你 二十一床 事柳如烟 我下班了 没空 可是他闹着拔了输液管 说你如果不去见他 他就拒绝吃药 那就不吃 可是医生的职责 让我不得不推开了病房门 看到我 柳如烟苍白的脸上 一下子挂满了泪珠 柳洲 谢谢你救了我 这是我的职责 只要是我的患者 我都会全力以赴地抢救 我站在门口 不肯往里走一步 柳洲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被以前对和文轩的感情蒙蔽了双眼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们重新开始 你不喜欢我那些朋友 我可以和他们断绝来往 我再也不晚归 再也不喝醉酒 让你去接 我 我抬手看了一下时间 打断了他 做饭快来不及了 第一 我们已经离婚了 第二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现在只所以站在这里 只是因为你是我的患者 第三 身体是你自己的 请别让你父母担心 说完 我就转身离开 为了避开柳如烟 我休了年假 是实在不想与他纠缠 本以为他出院 我们再也不会相见 他却开始日日在医院门口读我 柳州 我煲的海鲜汤啊 足足炖了两个钟头 两年了 他还不知道我对海鲜过敏 我好笑地摇头 柳如烟说着 就把保温筒向我怀里塞 医院门口人来人往 我实在无法跟一个女人拉拉扯扯 我接过保温筒 柳如烟以为我已心软 高兴得要拉我的手 你快趁热喝 我侧身避开他的手 利索地把保温筒扔进了垃圾桶 我不需要 赶紧离开 要不我会叫医院的保安 柳如烟委屈地看着我 眼泪要掉不掉地悬在睫毛上 以往只要看到他潸然泪下的模样 我得心疼死 现在我只感到厌恶 我转身走进医院 感觉柳如烟一直看着我的背影 可是 我一次也没有回头 十四 连这几天 柳如烟都没有在医院读我 我终于松了口气 可让我意外的是 他竟然找到了我的新住处 他在楼下抱了满怀的鲜花 红着脸娇羞地说话 柳洲 我真的跟何文轩断干净了 如果你介意我不能生孩子 我们可以申请领养一个孩子 我知道做过很多伤害你的事情 这些我都改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柳洲 这次换我来追你 好不好 向来这种戏码 最能引来热情的围观群众 人们的热情异常高涨 甚至自发的鼓掌 吆喝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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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哥们喝着 再不答应 这么漂亮的姑娘 可就是别人的了 人群里发出善意的哄笑 柳如烟更是红着脸低下了头 我看着看着 就给自己气笑了 他以为我还会跟以前一样 让他拿捏呢 他稍微低低头 我就会马上会摇着尾巴靠过去 我大声地对着人群喊道 这个女人五个月前出轨了 当着我的面 跟别的男人亲热 最后作为过错方 却让我近身出户 前些日子 刚刚留掉了出轨对象的孩子 还是我亲自做的手术 我看着柳如烟 一点点变得惨白的脸 心里说不出的畅快 原来我还是在意的 在意之前所有的伤害 所以 我根本不可能答应他 之前怂恿我的哥们 一下子怒了 你一个姑娘出轨后求复合 还搞这么高调 你要不要脸啊 就是 多有孩子了还打掉 太不要脸了 柳如烟因为漂亮 走到那都是众星捧月 那受得了这样被指点 到底是抱着满怀的花 落荒而逃 我心情愉悦地去小区便利店 打算买啤酒庆祝 抱负的感觉实在是美好 出便利店时 我抬头看到了何文轩 出门没看黄厉啊 好心情瞬间烟消云散 何文轩将烟头在垃圾桶上问面 将手机屏幕对着我 给我二十万 我马上删掉这些照片 屏幕上是柳如烟的裸照 我冷笑 真是个人渣啊 也真是蠢 还以为我爱柳如烟 爱得死去活来呢 我怎么可能出这二十万呢 我当即拿出手机报了警 对 是的 这里有人传播淫会照片 并试图勒索我 我放下手机 何文轩早就跑得没了影 如果何文轩仔细看 他会发现我的手机屏幕 始终没有亮起 十五 我的生活终于归于平静 再没有不相干的人出现 我认真努力地工作 一个个新生命通过我的手 来到这个新世界 感觉每天都充满了希望 所以 我尝试着开始新的恋情 我开始跟谭诺约会 渐渐地 科室里的人后知后觉地 嗅到了我和谭诺之间的 暧昧气息 人们善意地调侃 让我和谭诺 常常感到既欢喜 又难堪 但也让我更有勇气 与谭诺一直走下去 姐姐打来电话 提到柳如烟时 我有一瞬间的愣神 那个人久远的我 好似都要忘记了 喂 小周 你还有没有听啊 听着呢 姐 今天上午 在一家餐厅 柳如烟把和文轩捅了 一共七刀 和文轩当场就死了 好像是和文轩 拿东西威胁柳如烟 两人没谭龙起了争执 柳如烟就动了手 小周 现场可吓人了 柳如烟张着两只手 满手血啊 和文轩更像个血葫芦一样 躺在那 我轻轻放下电话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终于结束了 和文轩威胁我的那天 我根本没有报警 我知道赌徒的心理 他知道我对柳如烟彻底放下后 会转头威胁柳如烟 一次 两次 和文轩的胃口会越来越大 柳如烟会越来越难以满足他 一边是害怕照片被曝光 名誉扫地 一边是渐渐难以支付 越来越大数额的威胁金 泥人都有三分气形 何况是心高气傲的柳如烟 两败俱伤是唯一的结果 十六 后来有一天 我接到柳如烟妈妈的电话 老太太在电话里哀哀地求我 烟烟在里面一直闹啊 不好好改造 前几天又闹着割腕 流了好多血 醒来后一直吵着要见你啊 阿姨知道为难你 但是柳州阿阿姨求求你 你去见见柳如烟 劝劝她 让她好好改造 她还年轻啊 不能再做下去了 最后语气里都带着小心翼翼 柳州 你去劝劝她好不好 我拒绝了她 阿姨 最近医院忙 我没有时间 李树周全的挂断电话 就听到身边谈谱关切地问我怎么了 我抚平她被风吹乱的头发 柔声告诉她 是身边的姑娘太美了 扰乱了我的心 她笑着锤打我 我轻轻地将她拥进怀里 女孩身上的香气 让我内心平静 我想 原来彼此尊重的爱情 才能让人心生愉悦 全文完 我托乱了她们的相机 我托乱了她们的爱情